有這些後備軍人為了慶祝教招結束 到KDB飲酒作樂 那麼旁邊的包廂聞到了濃濃的塑膠味 檢方到現場查清 本來開心唱歌瞬間鴨雀舞聲 警方一開門先聞到濃濃塑膠味 之後在桌上發現吸食到一半的K-time 當場在那個包廂裡面 查到十男兩女的青年 這些人是因為教招結束之後 相邀聚集在該KTV包廂裡面慶祝 慶祝教招結束還找來兩女助姓 警方在盤查過程中 其中有名男子疑似拉K嗨過頭 態度相當不好 還對警方大小聲 警方一一要求交出身份證 但現場十二位青年依然顧我 繼續吃東西還在一旁偷笑 十二位青年態度輕浮 講話避重就輕 還拿救命健保卡來刮K吸食 警方直搖頭 最後依法將十二位青年 通通帶回警局 記者黃玉杰聯邦採訪報道